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解决节目 持续了近两个月的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 截至21号 新冠肺炎已经扩散至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 有1100多人受感染 10多人死亡 但这只是已经被发现的案例 据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 21号公布的数据模型 分析来推算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 目前已经有超过3000个病例存在 也就是说 全世界有大约三分之二 从中国输出的感染病例 仍然没有被发现 而这没被发现的2000多人 正在世界各地悄无声息地 把病毒传给更多人 所以就连中共操控的世界卫生组织 也在2月21号悲观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以外地区快速扩大 全球遏制疫情的机会正在缩小 换个容易懂的说法就是 新冠病毒有可能将在全球大爆发 从目前得到的数据来看 中国大陆之外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伊朗 成为疫情的重灾区 其中日本、韩国感染人数较多 且遍布全国多个行政地区 已进入社区传播阶段 而最诡异的是伊朗 累计28例确诊 竟有5人死亡 显然这个极不科学的比例 暗示伊朗实际被感染的人数 恐怕要高出被发现确诊的十几位 他们只是还没被发现而已 再来看中国 中共官方在反复修改确诊标准之后 给出的数据 是截至21号确诊病例 为76,288人 死亡2,345人 但同日有两位网友 几乎同时爆料 称全国确诊病例 高达74万6千多人 大致是中共官方数据的十倍 这与武汉计划再建19座方舱医院 和北京疫情升级为武汉级别的举动相吻合 与中共国家卫健委的全国总体趋势向好 甚至多省疫情将在2月底结束的说法大相径庭 有消息称 中南海所处的北京西城区已经沦陷 有人目击了几十辆救护车 将一个小区的人全部拉走 复兴医院包括医务人员在内 有36人确诊 而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已经自我隔离 不知道是常委们都已经躲出北京 而不能聚在一起 还是如我们节目上期小品所演的那样 都全副武装半向滑稽 总之央视和新华社 报道习近平上周五主持的政治局会议 既没有视频录像也没有现场照片 又是由读稿机一样的播音员 一口气读完了中共中央最高层一小撮 再关系到当前疫情和国际民生方面的重大决定 而大致归纳一下这些所谓的重大决定 概括起来就两句 自相矛盾和要钱不要命 因为前面刚刚承认全国疫情发展拐点尚未到来 防控病毒传播仍然形势严峻复杂 可后面却要推动恢复生产 恢复人员流动 安排劳工跨区返回工作岗位 这使得前段时间的各种封堵前功尽弃 也让那些基层楼楼们肆无忌惮地折腾老百姓 有网友哀叹 仅隔一天 之前是出门就要抓你 现在是不出门要收拾你 如今戴红袖标的任务突然改了 要把不肯上班的人抓到单位去 所以这次政治局隐身会议决定要钱不要命 不过要钱的是他们 而不要的是老百姓的命 因为他们很清楚 这次肺炎疫情给中国本就千疮百孔的经济 造成致命性打击 已经有专家警告 如果疫情持续到4月 内债危机可能成为中共垮台的导火索之一 所以中共才急于让企业复工 于是众多省份新增病例为零 并纷纷设定疫情将在2月底结束 御用医学专家也立即开出了冠状病毒 可能像流感一样与人类共存的麻醉剂 可是逆来顺受的中国同胞们 你们还要与比冠状病毒还要独百倍的中共 共存到何时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对川普政府一举封杀我党 安插在美国的五大喉舌 我是说五大媒体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我听说过一剑封侯 可第一次见是一剑封武侯 出手不凡啊 我是说这出手也太狠了 什么 哪武侯 当然是新华社海外大裤衩 或者叫中国环球电视网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 美国19日宣布 将开始像对待外国使馆一样 对待这五家在美国运营的党媒 规格升级了 什么规格升级了 是限制升级了 因为这五家党媒被美国指定为外国使团 并不享有外交使团的待遇 却要受到外国使团法的制约 不仅像外国使馆一样 要向美国政府登记在美雇员和财产信息 而且采访美国政要 也得事先得到美国政府批准 这给我们私下偷偷接触和收买美国政要 设置了巨大障碍 当然 这不会影响我们党媒歪曲事实和欺骗造假的报道原则 我们希望美国改变错误作法 回到原来天真幼稚 容易骗的正确轨道上来 好 下面开始提问 这位记者 在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共媒体列为外国使团后仅仅几个小时 你们外交部就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中国记者的记者证 并勒令他们在五天内离开中国 请问这是对美国的报复吗 这还用问吗 难道我们的报复意图还不够明显吗 当然了 对外我们不会说是报复的 那样显得我们很小人 我们会找别的借口 随便找一篇他们批评中国的文章 然后说他们辱华就行了 正好这《华尔街日报》2月3日 刊发了一篇美国巴德学院教授米德撰写的评论文章 报社编辑还为文章加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 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所以我们就吊销了他们三名驻京记者证件 虽然这三名记者和这篇评论文章并没有关联 但他们都是华裔 要知道这些华裔外籍驻华记者最难对付 因为他们不像纯洋人那样好骗 还有本来我们是要吊销五个美国驻京记者的记者证 与美国封杀我们五个驻美党媒严格对应 但考虑那样做太露骨了 脸面还是要一点的嘛 好了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更新其认定为发展中国家的名单 将中国香港等25个经济体排除在外 也就是说在美国眼中 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也不再享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哎 这次我党是赚了面子丢了实惠啊 这几年总吹嘘 我们已经是撅起大国 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又总是满世界撒币冲货去 这下好 人家终于认为我们是发达国家了 傻了吧 又得给全世界诉苦哭穷 说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 为啥舍不得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 因为当发展中国家好处太多了 不仅可以享受特殊差别化待遇 比如我国出口享受低关税 别人进口我们是高关税 而且可以政府补贴 以及在判定倾销的标准上 要求都比发达国家低 说白了 这些年我党就是打着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旗号 在国际上坑蒙拐骗 占尽各种好处 欧美国家也睁一眼闭一眼 我们才有今天的经济发展 可现在 他们两只眼都睁开了 我党就不好混了 估计我们王毅部长又得全世界撒泼耍混 一哭二闹三 他倒是不会上调的 反正就愣说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承认就承认 不承认也得承认 好 下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由于中共在疫情的一些关键问题上遮遮掩掩 近期有媒体猜测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生物实验室 也就是俗称的武汉P4实验室 是病毒从实验室不慎泄露出来造成的这次瘟疫爆发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病毒是不是从武汉P4实验室不慎泄露出来的 我不能直接回答你 我这个大实话也是有底线的 不能啥都说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习总书记已经在最近的会议上强调了 要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 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安体系 随后中国科技部也推出 关于加强新冠病毒高等级病毒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部门也强调要加强对实验室 特别是对病毒的管理 确保生物安全 听明白了吗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吗 当然我们爽哥就不会像我这么说了 他会痛斥你这么问 都是居心不良 是政治偏见 所以我劝大家耐心点 再等一段时间 等上头打得差不多了 就不能说了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记者 我接你刚刚说的上头的事 日前你们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 华春莹 启动了个人推特账号 结果网友发现 华春莹给一个习近平 请你下台的推文点赞 成为实名反习第一人 有一种猜测 这是上层内斗的不胜外泄 请问你有何评论 我猜你们就得问这个问题 好吧 以我对蒙英的了解 就是把我的胆借给他 他也绝不敢明目张胆地反习 你看他平时发布会上 对你们记者 撒泼耍横 词言吏色 可对上头 那是乖巧听话得很 没错 上头是内斗正憨 甚至已经白热化 可那毕竟是人家高层的事 还轮不到我们发言人 这级别的人发言 就算蒙英想选边站 可在形势还不十分明朗前 他也不会傻乎乎地跳出来 先表个态 我估计他是第一次玩推特 可能是一不小心 喂 哪位 哦 是颖姐呀 我这正说你呢 他们问你在推特上 给习近平请你下台点赞的事 我说你是不小心 啊 什么 不是不小心 那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